大家好,我是灰 今天要介绍的是24节气中的金纸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 有没有感觉到附近的生命都活跃起来了呢? 天空开始打雷 是为了要叫醒一切的万物 该醒醒了 准备为大自然的循环尽一份心力 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习俗 确实有他的含义 与一年四季的风吹草动 有所牵连 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 让靠天吃饭的民众有所应循 我们开始吧 金纸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345度时 一般在每年的3月5日至3月7日 今年的金纸为3月5日 金纸是一个有朝气 在天空上雷舞交加的节气 每年过了农历10月 北方的冷气团逐渐往下移动 打雷的现象减少 渐渐进入寒冬 所有的生物和昆虫 进入了冬眠状态 称之为止 在历春过后 气温逐渐回暖 来自南方的暖空气会逐渐增强 与笼罩在台湾的冷空气 产生旺盛的对流 引起打雷的现象 惊醒了冬眠中的所有万物 让所有的生物恢复活动和生机 所以称之为金纸 由于春雷响起的时候 惊喜所有的害虫以及异虫 古人为了防止害虫的出现 便想出了两种方法 首先是听到第一声春雷响起的时候 要赶快把衣服抖一抖 据说整年可以不受到狮子和跳蚤的袭击 再来是要把石灰撒在门外 这样子虫蚁整年都不敢上门报到 台湾中北路的地区 在此起期的期间 农民们开始插秧 金纸意味着春雷出响 万物萌芽的现象 在金纸时 太平洋高压会促使降雨 使得中南部低洼的地区发生水灾 农与民受到剧烈的影响 在金纸前后这一段期间 最著名的民俗活动是白沙屯妈祖绕境 白沙屯妈祖是苗栗拱天宫供奉的神明 有大批信众会一路跟随 久而久之就成为地方具有意义的习俗 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活动 已传承约200年的历史 整个行程来回近400公里 每年农历12月15日 拱天宫会透过直角警示 妈祖决定进香的起程 但行径的路线不固定 全都是依照妈祖引领的软教前行 今年进香起程的时间为 今年的国立2月12日凝晨南下 为期9天8夜的进香活动 将徒步横跨苗栗 台中 彰化 云林四个县市 预计17日回到北港 当天深夜11点40分进火仪式后 随即回程 约20日下午4点回宫 为什么妈祖的软教会被称为粉红超跑呢? 所谓的粉红是指妈祖软教上面的粉红色遮雨布 至于超跑 则是有进香行径速度敏捷的意思 所以才因此诞生粉红超跑的一词 后来香灯脚也都称为白沙屯妈祖软教 为粉红超跑 或简称为超跑 古人将金子分为三后 以后 桃石花 桃花的花芽 在寒冬的时候折服 在春暖的时候盛开 将冬天曾有的萧条一扫而空 大地逐渐繁荣 二后 苍根明 这里说的根其实带指根 也就是黄历鸟的别称 在这段期间 可以听到黄历老开心的鸣教 三后 樱化为鸠 金子节气的前后 动物们开始繁殖 樱和鸠繁殖的方式不同 四周的老鹰开始静悄悄地躲起来培育后代 醒来的鸠开始鸣叫求偶 古人没有看到鸣 而周围的鸠似乎多了起来 因此他们误认为鸣 变成了鸠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谚语 金子节分为蜜巳雷 金子日打雷 表示节气没有异常 风调雨顺 稻谷丰收 米价不会长价 二位赛日丹鱼 流汗较大贵青腿 表示稻米说成很好 金子节气的发湿 金子过后温度升高 不但土里中的昆虫探出头 连鸟也飞出了巢穴 停在枝头上晒太阳 米金子丹鱼 会四十九日欧 若金子前打雷 未持续下四十九天的雨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今天的金子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麻烦按个赞 订阅 与分享给家人朋友 这些都是我持续进步的动力 我们下次见 拜拜